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国际关系专家张国晨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安江大学产经济教授 蔡敏黄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希望今天从国际形势 国际经济的观点来解读 就上一周所发生的大事 正在我们的节目 我们是建构于台湾的国家认同 我们探讨国际政治 做一种重大的公共政策 我们坚持这个节目 他要对我们的公民进行 通财教育 人文素养教育 这是一个现代公民 必须具有的国际观 上个礼拜在联合国 有非常重要的各国领袖的演说 其中当然指标就是 美国总统川普总统的言论 请看 老早就安排好的演说顺序 但美国总统川普还是大迟到 惹得大家手忙脚乱重新布置 川普一开口就语出惊人 宣称上台不到两年 但政绩几乎是所有 美国立任总统的No.1 引来台校一阵善校 只见川普还是很镇定 宣称美国比两年前上台师 更强大更富有更安全 也强调和北朝鲜的核谈判 已经有很多成果 川普强调很感谢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 停止飞弹试射核试验 关闭飞弹等军事设施 但制裁还是会继续 直到完成去核化 这场达35分钟的演说中 川普的炮口主要对准伊朗 使用德黑兰当局腐败又独裁 伊朗总统也不甘示弱痛批 川普政府的制裁 根本就是经济恐怖主义 川普也在演说中 重申美国优先的贸易原则 表示自己十分尊重 也喜欢习近平 但无法接受美中两国贸易失衡 才会发起贸易战 尽管如此 川普最后仍称赞联合国 是国家们美丽的汇聚 并以愿上帝保佑世界各国 作为结语 好 这是川普总统 在大约35分钟的演讲里面 有触及伊朗的问题 川普逼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 也就是协议把它推翻了 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来探讨 他对中国有所指控 因为张晓雄教授 最近重新撰述一篇文章 叫做典范转移 美国重整对中政策 与台湾契机 其实不只是对亚太政策 哪怕对伊朗政策 也翻转了欧巴马时代的做法 请西人教授来评论 请 的确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很大的转变 从去年12月18号 川普提出 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 把中国界定为是 美国最大的威胁跟对敌 跟以前他几位前任 40年来都认为中国是伙伴 美中应该合作来解决 欺欲世界的问题 那种态度完全不同 所以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的时候 他不只在贸易战方面 而且在国家安全战略 以及政治外交方面 都有这个前盘 而且会是一个持久的措施 所以这值得我们来 好好的监讨 那么这一次联合国大会 这个世界五强 这个中国的习近平 俄罗斯的普丁 他们都没有出席 那么又刚刚碰上 这个月是轮到美国 在安理会当主席 所以这个川普 他以总统的身份 来这个支持安理会的会议 利用在安理会的会议 对中国对俄罗斯加以批评 那么对这个伊朗更是辞耻 那么的确呢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大国外交 那么我们看以后 的确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获系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美国已经跟韩国签订了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来表示说 美国是愿意跟这个能够合作的国家 来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而且他跟日本安倍这个总统 这个开始谈判说两国如何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这个的确说在联合国这一次的大会上 这个川普这个表现可以说非常亮眼 好 我也请到张国文教授 请问怎么评价这个川普总统在联合国35分钟的演说 当然最值得大家注意是他在演说 他是美国历任总统 表现最亮丽着 就引起台下一片 不知道是善效来讽刺 他也有点自我调侃 你觉得怎么评论这个事情 我认为川普总统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演戏的演员 当然政治相当一部分也是靠演 所以呢台下的人善效没有关系 只要国内的选民不善效就好了 目前就各个民调 各个地方这个其中补选的状况来看 我认为他的自信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那么国内的媒体经常强调 美国这次在这个联合国是展现大国外交 其实呢美国的外交始终就是大国外交 他本来就是大国 这一次川普的概念不只是大国外交 是什么外交呢 帝国外交 他这个帝国的帝国不是那种像二次大战 轴心国那种帝国主义的帝国外交 他这个帝国是上帝的帝 上帝外交 他强调的是什么 全世界有一定的价值 自由市场民主政治反对独裁 他认为这个是美国所要去向全世界推动的 那跟这个立场相悖的呢 他就把他看成是敌人 所以这个不只是大国外交 是帝国外交 这个帝国不是帝国主义 是上帝 他有这种 以这种上帝为己论 这个推动全世界 普世价值 当然主要是美国价值的这种 这种霸气 上一个有这种霸气 最明显的就是老罗斯福 这个讲话的这种 相对来讲比较霸气 比较甚至有些时候流于初野 这个川普是很明显的 有高人告诉他 你就是学习这个老罗斯福 这样子的态度 那么第二个 其实川普 他这个也是初中有戏 撇开他个人私得不谈 他现在做的这些政策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很突兀 其实是对很多大国来讲 是头其所好 譬如说 大家表面上看到 他跟欧洲的主要国家领袖 好像德国法国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川普现在对中国 发动这个贸易战 强调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大量的入超 违反智慧财产权权 这个对欧洲来讲 也是感同身受 中国对欧洲的贸易 也是这些问题 大量的粗超 然后智慧财产权权 然后严重的环保等等 所以川普努力推这个 欧洲爽在心里 他认为这个是对他有利的 日本也一样 然后川普现在说 你这个中国不要扩张 他这个推动所谓印太战略 这个日本 印度 东南亚像越南 这个也是觉得 爽在心里 认为美国的这些作为 是符合他们的利益 所以基本上来讲 川普做这些政策 虽然他的用字潜质 他将来的持续性 我们还要观察 有些也不是完全不能批评 但是总的来看 符合的国家的价值 相对来讲是最多的 所以只有可能像伊朗 可能不高兴 俄罗斯有点不高兴 可是川普打压中国 俄罗斯不见得不高兴 所以他的这个外交政策 看起来是比较突兀 比较粗鲁 实际上来讲 是有他的精细的设计 第三他没有欺负小国 譬如说他最近跟韩国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跟韩国 无论如何是美国大 但是他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代表说 我这个也不是纯粹霸权 我跟我的盟邦 我还是很在意他们的感受 还是很愿意跟他们合作 所以在这个时候 推动了一个美韩的自贸协定 不只是美国跟韩国之间的事情 而是他跟全世界 第三世界国家 跟欧洲国家表示说 我不是纯粹讲霸道 我还是会重视 注意我盟邦的利益跟需求 我觉得这个是特意的安排 显现他的外交团队 还是相当的有能力的 好 每周一我们坚持 用两小时来解析 过去这个礼拜的 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 包括军事情事 当然我们邀请的是一流的专家学者 但是他们都是用最浅显的语言 对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进行通事教育 我们要强调 做一个台湾现代公民 包括我们海外很多侨民 很多观众 我们要具备国际的观点 来关照整个国际形势 这是中国对外投资首次出现负成长 显得中文外摩擦出现变数 包括中国严格审查内部的新闻 因为他们是不准唱衰中国经济 包括围攻中国美日欧联手 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这都是这几天的 甚至有媒体做批诺说 贸易军事外交三管齐下 这叫做组合权 美国的组合权 其实没有错 贸易军事外交 等一下我们再深认这个问题 也就是美 结盟 欧 日 抗 中 这形式非常清楚 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学家 我要请教这个 明方教授 请教两个问题 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 是指控中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的 第二 伊朗的局势演变 想要对油价 各位今天早上 油价就伸四脚了 而且 今天的油价是创四零性高 马上影响各位的庶民的生活 是不是请 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以及伊朗的动乱造成油价 请你分析 好 我想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跟他过去的这个发言 其实是一致的 包含对于中国这个产业补贴 还有中国对智慧差安全的不重视 以及这个中国对于强迫了这个技术授权 那我想川普又再次提出这个严正的这个批评 那这个中国的外交部也是有强硬的回答 他认为就是说 你不可以把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 归咎于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他认为是美国人的这个储蓄太少了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个跟过去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 其实是一样的 包含林义夫 那我想相关的这个报导 过去陈伯志老师也有提过 那我想储蓄太少 其实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消费太多 第二个就是你所得太少 那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不公平竞争 造成美国人的工作被抢走了 所以美国人的所得就下降 那美国人的所得下降了 那当然就造成他储蓄降低了 这个是这样的逻辑 其实比较像是这个川普在批评 美国这种不公平贸易的逻辑 而不是像中国这样讲的一个说 美国人因为他们太想要 这个储蓄太少了 所以导致这样子 今天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会没钱 也是因为我所得低 我的消费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所以我存不到钱 那一样逻辑用在美国人身上 就是你中国不公平的竞争 导致我美国人的工作被抢走了 所以就导致今天这种储蓄太少的结果 我想这个道理是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 一定都可以这个马上感同身受的 那在这个川普的演说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库克 这个苹果的这个执行长 其实其实就提过了 他说贸易 它并不是一种联合的赛局 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很重要 中国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种联合的赛局 因为他就是你死我活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他去偷你的技术 把你的技术偷过来 然后让你这个竞争力消失了 让你这个厂商倒了 然后中国就赢了 这个就是你死我活 就是一种联合赛局 从过去我想从亚洲四小龙 还有包含这个柏林围墙倒塌 所释放出来的这个劳动力 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 贸易是共存共荣的 大家这个透过专业分工 然后大家可以得到一些 不错的贸易利得 但到中国这里来 一开始中国也有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但是你目前中国的做法 比较像是联合赛局 而非库克所讲的正合赛局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 联合国的大会上 再次强调公平贸易的重要性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关于这个国际油价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过 这个早就有关心过 这个油价到底会不会破百 那在这里其实会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当时四月的时候 我们的油价 伊朗的产油大概还有200多桶 到现在大概伊朗的产油 已经剩100多桶 所以那个产油量其实已经有大幅的降低了 所以就供给面而言油价会上涨 这是必然的 第二个是说 如果川普的贸易战持续打下去 像马云讲的还会再持续上看10年的话 那这样子不确定性就会造成厂商在生产 在投资上的不确定性 包含这个刚刚主持人有秀出来的 中国的对外的直接投资 其实在降低的 那这个直接投资的降低 其实就背后就隐含着 你对原物料理需求在下降 当然包含石油在内 如果这个需求是会不断下降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看 这个需求的降低 跟这个伊朗产油的这个下降 中间效果的作用 但是就此而言 我会认为就是伊朗的油的这个产量 还会降多少 其实我想可能有限了 因为它已经降了不小的幅度的 那就川普的贸易战 大家对于这个未来贸易局势的不确定性 所产生的不敢投资的问题 我觉得这恐怕就也会是另外一股 压抑油价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东西当然不会马上跑出来 那我想这个我们从现在来看 当然我们大家会很多人会预期 就油价可能会破百 但是如果再继续下去 川普贸易战再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因素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一个过去就是大家所提到的 美国的业人油的生产 也会去抑制到油价 所以我觉得对油价走势大家 当然可以审慎去观察 但是也不要过度的悲观认为它一定会破百 以上 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有没有 当然有 中国介入台湾的媒体 电视文字媒体都有 但是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 那么重要的场合 说中国也介入美国的其中选举 我们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在现场 他从下肩不以为来的动作 我们看看 川普难得有机会在联合国安理会演说 主题原本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但新戏其中选举的川普 突然瞄准中国炮口全开 做出惊人指控 镜头带到参加同场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 只见他眼神瞥向一边 耸了耸肩膀一脸无奈 王毅言辞否认川普的指控 在会后面对一位记者的追问 更直批川普胡言乱语 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 川普稍后推文表示他会这样指控是因为中国在美国心脏地带爱阿华州最大报刊登反川普对中贸易政策的广告 还卫装成假新闻企图煽动农民 川普表示之后将会公布更多证据 也遗憾地说和习近平曾经很好 但那已是过去事 白宫随后也举行简报建议部说明川普的指控 表示中国在贸易战中抵制美国农产品 试图影响美国的农业出口和农民生计 以及对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压迫都是证据 近来美中贸易战越区白日化 日前美国才又对中国启动第三波2000亿美元的关税 而中国也立刻祭出600亿美元报复性关税反制 拿美国农产品当筹码 这次川普指控的广告 是由中国英文官媒中国日报刊登 篇幅多达四页 直接诉求川普和共和党重要的票仓爱哈华州 指川普愚蠢形势害惨黄豆农家 也难怪川普气得直跳脚 刚才国晨教授说 川普延续是美国老罗素总统的大棍子外交 他有记名言说 轻声细细的讲重重的打下去 其实川普总统并没有轻声细细 他很粗暴的讲 很直率讲 而且是重重打下去 这跟过去 季晋晋所说的美国外交两二元论 一个是进行这个所谓的强国外交 大国外交或帝国外交 因为就是传教士外交 从威尔逊总统 哪是到卡特总统 都有这种人权外交 或者是传教士传达美国民主的外交 但是显然的川普总统在意的是 美国的务实政治 我再把新闻简单列一下 请教三位 指控中国介入集中选举 当然有人说证据拿出来 他说有证据有证据 他还连讲两次 更重要的是 请看今天的新闻 美国的军舰在这一两天死进南海 这是在实弹军演以后 美国就是中方演习以后 马上进场 然后美日也在钓鱼台海域 很不寻常的进行军演 包括还有B2 B2轰炸机 B52轰炸机 跟日本自卫队的飞机联合空演 不甩中国 美日应挺进南海 当然在贸易战方面 川普说不再隆等中国扭曲市场 我们过去说冷战 变成后冷战 现在西民就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 谢谢教授 请你一起做贸易外交军事的 所谓的组合权 请你分析 川普批评中国 要干预美国的其中选举 要影响支持他的一些选期 这个有没有证据 应该有证据 因为在中国 比如说在Iowa Demois的报纸 Registry 所登的这些广告 都是影响 批判川普这样子 会影响到地基 比如说大豆的输出 中国也是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川普说得很清楚 习近平不再是他的好朋友 他认为说 这个政策由习近平主导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美国觉得说 他跟中国的战争 现在不只是限于经贸方面 而且在军事 在政治各方面都是如此 比如说他最近对台的 这个另一批经受 加强台湾防空空防的力量 这个中国抗议 这是一点 另外他制裁 这个中国中央经纬的装备部部长 这个因为中国向俄罗斯 这个金构 这些尖端的武器系统 这样子是这个可以说违反了 美国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 那么中国是违反的那样的一个制裁 所以这个从经济已经展现到 这个金属方面 而且中国当然也缓急了 他不让这个美国的军舰 去访问这个香港 而且这个他们本来在美国 有一个美中的军事交流的会议 这个中国把他要参加的降临撤回了 所以双方的确在军事方面 也有这种争风相对的这种一个味道 而且这个在政治的领域 美国对于中国在美国境内 从事的一些这个政治的操纵 以及间谍的行为 那么要影响这个一些智库的活动 现在都加以制裁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美中之间 已经从经济的领域 扩展到外交 国防的这个领域 而且这样的一个斗争 恐怕会持久而且提升 我请教你 先生教授你长期的观察美国政治 对华府包括对华尔街都了解 你也最近访问美国 美国所进行的中美贸易战 已经变成军事跟外交战了 包括指控对方介入国内的政治全局 这过去美国总统也不会这样做的 会有什么后果 至少短期内 这个美国是可以说不计代价 因为他们认为说中国所作所为 是对美国经济的侵略 而且是要这个打败美国 期待美国做世界上的强权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包括习近平 在十九大的政治报告 他也提到说要建立世界级的这种军事 来打败美国 所以他把这个中国的所作所为 当作是的确是一个敌人 这个要跟美国有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斗争 所以美国必须要因应 如果再晚了就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美国可以说是定了心 从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 以及今年一月间国防战略的报告 说得很清楚 他必须要学向中国战果时代 活动联宏那种策略 所以才有这个印太战略的形成 联合其他国家包括台湾 来因应这个中国的霸权主义 当1933年希特勒透过联合政府的执政 不仅成为总理 甚至后来取代新登堡 把他改成独裁者的时候 叫领袖 那时候一位作家 叫做楚威格 他说我们那个世代的人看这一段都觉得 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 一个根本连学校都没有毕业 高中都没毕业 在德国精英看来是不值一提的人 都以为他很快失去全力 就绝对没想到 1933 这个才不到78年 就造成二世世界大战的动荡 这一段历史经验 让整个二世纪到今天 大家都以希特勒为借鉴 显然的国神教授上次的分析 当习近平先生把他的国家主席 无限期言论 已经超越了袁世凯跟蒋介石 毛泽东 邓小平都不敢做的 宿租法 宪法 这恐怕也引起类似 希特勒不是吗 这后果是不是引发了 后续的美国进行新人战 也请你分析 目前就美国公开的文件 当然并没有直接指责 习近平推动修改这个任期的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修改任期成真之后 跟这一连串的贸易战 这些政治经济上围堵 这中间时间上的相关性 如果说是巧合 那也真的是太巧了 尤其是最近的灯报纸事件 这个灯报纸事件在台湾 我们觉得中国影响台湾的选举 这个灯报纸 置入性行销 这个对台湾人司空见惯 可是对美国人来讲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是只有说 一个地方性报纸 看到这四版的广告这么的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向来就有强调说 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无政府的报纸 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 这个媒体的自主性 不管在美国谁执政 其实都是高度的强调 然后各党的议员 不管是身在什么位置 也认为说这个言论自由 政府不介入是很重要 现在不但是政府介入 而且还是外国政府 而且这个外国政府 还是跟我国现在正在有争执 有矛盾的政府 我想这个所以中国这方面 在美国要争取一番的支持 不管保守派是自由派 这个灯报纸事件 其实对它是很不利 而且实质效益来讲 一个地方性的报纸 能对那个选民有多大的影响 这恐怕也是为乎其为 但是你这个民生 这个实质就已经出现 而且川普大可以讲一句 你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 社会体制 可以让你来我们这里的报纸 登广告 那么你们中国 有没有办法说 让我们美国随便哪个团体 到你们中国的报纸 去登四版的广告 这中国一定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马上这个就高下立判 就会处于非常 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 因为中国怎么可能 他所有媒体都官媒 他怎么可能允许美国 任何一个报纸 任何一个团体 到中国报纸去登四版广告 讲我们美国不管任何事情 所以呢这一点来讲 中国这一步可以说是 有点走 可以说是走错 一个大国 中国做一个大国 要影响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 当然他都有很多 政策上的手段 可是这次采用了这个手段 显然是有一点 这个走错了 这个对于将来 他在这个美国 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反而是给川普增加对抗中国的筹码 这个蔡教授 你特别提出 面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欧 欧盟 美国 日本 正在联手修改 这个WTO的一个改革方案 也包括开始相当程度的反制 中国在全国各地的贸易的外衣现象 也请你分析 我想刚刚张老师也提过 就是说中国对于像美国所采取的这些不公平的竞争手段 不是只有对美国 是对于任何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第二点就是说 中国所采用的这种假新闻的方式 也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他对任何国家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当然台湾在国际地位上的一个特殊性 那就使得台湾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吃亏的 比如说当我们遇到这些技术的这个被侵犯的时候 我们在司法上的制度 就比较难以去保护我们厂商的一个安全 所以现在就在台湾里面也讨论说 到底我们要不要有敏感科技的保护法 我们到底要不要营业秘密的这个相关的法案的一个修法 所以如果欧盟日本还有美国 他们要重新来定义这样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过去中国他是用开发中国家的名义加入WTO的 那用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差异在哪里呢 那当然开发中国家大家会觉得说 就像小时候那你跟你弟弟在吵架 父母就会说你让你弟弟一点 那这个就像当你跟开发中国家在吵架的时候 如果你是先进国家 WTO会觉得说那你就让开发中国家一点嘛 因为他还在发展你就让他发展起来 可是我觉得WTO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中国已经越来越大 而且大的有一点到处踩到人家家里去欺负人的时候 甚至造成很大规模的这些先进国家的失业问题 那WTO还是没有管 所以虽然这个中国一再引用WTO说他遵守WTO的规则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WTO现在的规则还适不适合现在中国这样子一个经济体 这个是我觉得美欧日他们接下来要讨论这样议题的时候必须要重新去审慎思考的 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国营企业 这么大的国有企业 这么大的国有企业或国有银行 他背后去补贴的时候就产生后面一连串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面对这个 美国对中国所刻的这个太阳冷面板 太阳冷相关产业的这个高关税的时候 这个时候现在太阳冷大家知道一片惨状 整个太阳冷就是非常非常的惨 那中国过去在补贴的时候 这些补贴的钱他可能拿不回来 这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可是下一个问题来了 这些厂商如果面对问题的时候 中国的钱拿不回来 中国的债务也会跑出来 中国如果要去把这些债务打消的话 他必须要再找钱 他要找钱的话可能就必须要再去卖地 那卖地又会牵涉他到底要不要打房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个 中国贸易战的问题的话 恐怕中国内部的债务问题 我们要再去重新思考 因为没有人会希望中国崩解 坦白讲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但是如果他继续不遵守 WTO的相关的规定 确实WTO或者是一些先进国家 必须要出来为这些小国主持正义 怎么解释上周一开始 川普总统对中国开始进行贸易 贸易战以后美国的股市是上扬的 反而中国的股市是至少 至少目前为止是缩水三分之一 这个落差为什么那么大 怎么解释呢 请 我觉得影响股市的因素 其实非常的多元 那从贸易战以来 其实中国的股市本来就不太好 那中国股市不太好 也不见得完全都是贸易战 有可能是中国本身就不太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的台湾厂商一直想要转单 那这些厂商想要转单 其实某种程度就代表中国 支撑中国这个力量 其实要让股市上涨有限 第二点就是说美国股市为什么会大好 当然第一个很重要 川普对有钱人的减税的政策 那我想这个是在美国有相当多的论战 那我想资金很多 那股市会上涨是毋庸置疑 第二点就是说虽然在打贸易战的过程里面 那这个有一些厂商会受到伤害 可是像苹果相关的这些概念的产品 其实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美国现在股市又是以苹果 又是以亚马逊 又是以脸书这些 Google这些产业为主 这些产业幸好都跟中国 有比较低的关联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美国股市的上涨 当然会跟美国自己本身基本面不错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准会 想要升起的原因之一 中美的新冷战 或者贸易外交的军事对峙 台湾应该知道怎么样 有各种不同层面 我们知道下周 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型会议 会探讨中国的坚实力 Shop Power以及当然台湾内部的网络安全 都是大家开始关注的 我在请教三位 之前我再把报纸披露一下 这是上周美国同意对台军售F16的备见 当然马上引起中方的非常激烈的反应 这也是美国在台协会呼吁 这也是我们过去这个系人教授的节目 所主张的促进印太经济发展 台湾应该在这方面 扮演更积极角色 这等一下请教各位的 包括不要忘了 今年是香港雨伞革命的四周年 其台湾的太阳花协议 反而大家不太谈了 就在这个周末 其中民意领袖说 哪里撼动政权没错 但是人心仍然在浮动 他们这次提出新的诉求了 铭记香港民主传奇 闪运四周年 千人寒要真普选 你看 真正的落实的直接民主 到今天为止 我们应该庆幸保护自己的台湾民主价值 我再回到我们的请教上面就是 新冷战态势下 台湾在政治经济国际 包括军事方面 应该怎么因应呢 来 先请西人教授分析 刚才看到说这个香港的情况 本来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 是希望说在香港有很好的治理 然后做一个模范给台湾看 说这个香港这样的情况应该不错 但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 根本是变成一国一制 所以可以说邓小平的承诺 已经可以说泡水了 那么这样子一来 让人家看到说 为什么中国连香港都搞不好 你一定要把你过去的领导人 所做的承诺把它推翻 这一点对现在的领导人的讲 可以说是很大的冲击 本来他想能够让世界上看到它的伟大 它要中华复兴 但是他这样的做法 对要吸引台湾完全没有这种公信力 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地方 那的确我会想到说 中国这些年来对台湾的策略要埋 或者说用武力来威胁 可以说都没有成功了 这失败 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够自己检讨 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大的力量 而且经济力量也这么大 为什么台湾一个小岛 你们既然没办法引领 那么你就是让美国来 你说美国打台湾牌 美国是觉得说台湾的民主自由 人权的灯塔 因此美国一定要支持台湾 那么台湾这个在未来这个印太策略 的确说这个我们要扮演一个角色 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好几次 就他竞选的时候 他都像美国这样说过 说台湾印尼做美国可靠的 这个亚太区域的这个皇位的伙伴 这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真正要扮演 能够受人家看得起的 这样一个伙伴的话 有很多事情我们的确要做 那么美国方面也一直 这个可以说鼓励 或是催出这个台湾 应该做这个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提高这个国防议算 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我们都没有这个做到说 我们曾经做过承诺有这个3% 然后百分之3的这个GDP的这个国防议算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么美国一直接着说 你这一点表示说你对自己国家安全的这个看重 如果说你没有做到的话 很多必要的武器 你都没有这种这个钱来买 所以这个我们是第一步 我们应该做的 同时这个我们有的时候 会埋怨说美国你这个很新的这个武器 比如说F35你怎么不卖给我们 美国不常公开讲 为什么不卖给你 因为这个台湾内部 包括我们军事国安单位太多的毁碟 那么如果说他把最新的武器这个卖给你 那么这些武器的参数 马上跑到中共这边 所以我们这个保密防碟的工作 还是要加强 因为我们晓得有一些单位一直没有抓住毁碟 但是里边是有毁碟 我们都知道 所以这一点这个保密防碟的工作 我们应该好好做 而且这个美国一直希望说台湾能够更加积极 比如说在这个印太策略 台湾应该这个可以说提出倡议 来让这个这些这个可以说民主国家的联盟 这亚太策略就是这些联盟 能够更好的活作 包括安全跟这个外交方面都是可以做的 台湾这方面还是要加强 为什么中国如此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能力 并不能轻易的击垮台湾 2500年前一位希腊历史家叫做西罗多德 他就参与希腊人跟波士人战争 波士以50倍的军力来攻打希腊 最后希腊竟然击败比他大50倍的波士人 这位历史家退伍以后写一本书叫《历史》 很简单 我们希腊人具备两个特质 羞耻心 你打仗要很勇敢 不然别人会笑你 正义感 我们希腊人为了自己的城邦 为了自己的信仰 为了我们家人 为了我们未来而战 道理在此 他说那时候的波士兵是皇帝鞭子来打仗 我们希腊是为自己而战 台湾的战略位置民主价值 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台湾屹立不摇信心不动摇的原因 国人销售也请你来分析 在中美贸易摩擦下 军事外交各种新人案下 我们台湾包括政府当局包括企业 应该用什么心防一种心理来因应这个形式 也请你分析 我认为现在台湾的当局 有些方面是做对的 譬如说最近到美国采购了很大笔的黄豆 这个基本上在中美贸易战重点争议的项目 就是黄豆的情况下 台湾采购黄豆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因为中方当然就给你酸 说你吃不了这么多的黄豆 实际上我跟大家报告 像黄豆这种东西 在国际上称为大众物资 粮食作物 其实它有一定的市场 有现货市场 有期货市场 它有一定的品质 它有一定的品质下有一定的价格 所以像黄豆这种大众物资 其实在国际间相当程度下 它跟货币是有等同的价值 因为它也没有办法大量的增产 像货币钞票可以一直印 黄豆这种东西不能大量增产 然后我们现在买的黄豆也可以加工 或者是转销给其他国家 不会说囤悬浪费 所以像这个政策就是正确的 可是像有一些 比如说台湾 现在从2016年政党再次轮替 我们可以看到执政当局 这两年来它的民意支持度 是提高还是在降低 这样美国会不会认为说 你2020年到现在趋势走下去 现在的执政当局还能够连任吗 现在的这些政策还能够持续吗 还是又回到是 跟中国比较接近的政治力量 跟中国比较接近的政治人物 继续掌握台湾的政治权利 这个对美国来讲它不会看吗 所以它会不会基于 它对台湾内部政治的判断去决定 它要如何来跟你合作呢 还是说它另外做好准备呢 我认为这个关键不是说 美国怎么样 日本怎么样 而是取决于什么 台湾人自己的决定 美国人不能来帮你投票 也不能来帮你指定说 谁当台湾的总统 谁当台湾的多数党 这个是台湾人自己的决定 有人研究 危机解密里面 因为那时候的美国在来协会 几乎二三十年把很多电报 回到美国国务院本部去 于是有人分析 危机解密分析 美国外交单位最重是台湾两件事情 一 哪些人去跟中国做生意打交道 也是政府官员或哪个政党 二 哪些人在台湾 妨碍台美的军事交流或军构 有人做这个调查 两位德国记者写了一篇 非常精辟的一个导言 我知道说美国最关心的是 哪些人跟中国打交道 哪些人妨碍台美关系 就是军事关系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我也请教明方教授 现在政府开始辅导台商回流 我看到很多新闻了 台商也给人转进到东南亚 或其他很多国家 你看目前台商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台商 回来台湾不少 我遇到不少 而且路来路拍手 行李走拍手 技术转移也非常困难 他们都很承认 但是怎么办呢 我们政府有因应吗 来 叶清理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 这整个中美贸易战所受害的 大家最怕的就是出口的厂商 那在这出口厂商里面 其实有很大部分都是台商 那就我的观察来讲 我觉得中国厂商可以做的 台湾厂商没有道理不能做 台湾厂商做不了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成本做不赢中国 那就成本做不赢中国 这件事情 有可能是因为你薪资太低 有可能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你国有企业的竞争 那我想从川普现在 他所强调的公平贸易来看 其实台湾的政府应该 有这个立场去跟美国好好谈 去跟日本好好谈 就是如果台湾可以自己做了 台湾当然就移回来 我们的深海基地做 台湾如果以目前的成本 就是所谓的劳动成本 环境成本 我们是做不了的 那我们就必须要跟日本 跟美国友好的这些 南向的国家去做 那这个友好的南向国家 当然就包含 现在在强调印太策略 也包含日本 比较友好这些新南向的国家 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做新南向 应该是经济部 比较需要去做 比较是政府需要帮忙的 而不是说 这些厂商回来 你去解决五缺 第一个解决五缺 绝对帮不了这些 想要降低成本的厂商 第二个解决五缺 所以也不符合我们现在要做 以人为本的这种 经济成长的新模式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川普贸易战 面对这样威胁的情况之下 台商其实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而不见得说 我们一直往冲击面去想 而是如果你可以 帮这些台湾的厂商 跟外国像美国像日本 去找到他们在南向 比较友好的国家 其实台湾是有很大的 发挥空间的 好 文在寅总统在联合国 他也宣布 经济合作驻北韩 同时川普总统 真是语不惊人 事不休 上一次 他说金正恩是火箭人 这次说金正恩是他的恋爱对象 有时候想一下 用恋爱来比喻 来 请西元教授 简单做讲评 最简单的 北韩无核化 以及二次川经会 真的变成蜜月了吗 两国开始要有恋爱到结婚吗 这个比喻是不是适当 这个我们看到 南韩总统文在寅 的确他扮演了很好 所谓桥梁的角色 调停 北韩文在寅跟川普之间 因此我们会看到说 第二次的川经会 马上过几天 美国的国务卿 这个蓬佩奥他就要北韩去 那么跟北韩在谈说 这个他无核化的进程 因为这个金正恩如果要到美国 到法府甚至在白宫做客 他总是有伴手礼要带来吧 那么这个伴手礼可能是什么呢 这个一定要让这个川普也有面子 他才能够在白宫里面接待他 这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说这个外交 那么在着冲方面 因为这个北韩外交部长也说 你都不让步 只求我们单方面让步 这不可能 所以双方必须有很好的折冲 这样一来才有续科研 正如上个礼拜林秋山教授也在说 北韩让步前提是 美国日本有让步吗 其实这是很好的议题 我们未来继续讨论 第二小时 我们继续邀请三位 国际政治跟经济学者 来探讨这个礼拜重大的国际议题 感谢三位 非常精彩 谢谢